汉朝厉害的谋士张良,刘邦最信任的军师,他有哪些故事典故? 秦朝末年,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,当刘邦夺取天下后,他对大臣们说, 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万,我比不上张良,镇国家,安抚百姓,攻击军饷,粮草不绝,我比不上萧和,连百万之军,战必胜,攻必取,我比不上韩信,这三人都是人杰,张良,萧和,韩信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汉出三杰。 那么,张良为什么被称为汉朝最厉害的谋士,他有哪些精彩的事迹呢? 今天,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,西汉开国功臣张良的精彩人生,张良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,谋士和文学家,他生于战国时期,家境优渥,张良的爷爷叫张开帝,张开的以相国的身份,辅佐过韩国第十三位国军韩昭侯, 之后又辅佐过韩国第十四位国军韩宣慧王,第十五位国军韩乡王,张良的父亲叫张平,张平作为向国辅佐过第十六位国军韩尼王,第十七位国军韩慧王,韩慧慧王时期张平逝世。 张良曾到齐国求学,在学成归来后,曾担任过戴郡的小令。 但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感到不满,于是离开了家乡,远赴齐国和赵国寻求出路。 秦末农民战争中,张良聚重起兵反秦,后归刘邦,成为刘邦重要谋士之一, 曾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备刺言和,保存实力,并疏通项羽叔父项伯,使刘邦得以脱身。 张良向刘邦提出的聚集三王,方可与霸王一战的计策,成功击败了楚汉战争中最强劲的对手项羽, 刘邦夺得了天下,后又帮助吕后,扶持刘邦登上太子之位, 他精通皇老之道,不留恋权位,晚年跟随赤松子云游。 公元前186年,张良病死,是为文成侯,汉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评价他说, 夫运筹策为账之中,决胜于千里之外,无不如子房,表现出张良的机智谋划,文涛武略, 后世近期谋略出众,称其为谋胜。 关于张良有很多趣事,最为经典的就是《如此可教》的故事。 有一次,张良在下坯桥上从容漫步,一位穿着粗布短衣的老翁走到张良身边, 故意把鞋扔到桥下,回头对张良说,小子,下去替我把鞋捡上来。 张良看他年纪大了,就强忍着不满,把鞋捡了上来,老翁又说,替我穿上鞋。 张良惊讶,但仍跪下给他穿了鞋,老翁笑着扬长而去, 张良困惑地注视着老翁离去,老翁走出去,一里多地,又返回来说, 《如此可教》,五天后清晨和我在这里相会。 五天后,张良到了桥上,老发现翁已经先到了,老翁还说,跟老人约会, 你怎能迟到,五天后早点来相会,接着扶秀离去,五天后的鸡鸣时分。 张良前往,老翁又先到了那里,还生起地说,五天后再早点来, 这次张良没到半夜就去了,过了一会儿,老翁来了,高兴地拿出一本书, 说,读了这本书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了,十年后你会发迹, 十三年后你小子到极北来见我,古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, 接着就离开了。 天亮后看那本书,原来是《太公兵法》,张良如获至宝, 整天认真研读这本书,知道了很多修身治国的道理。 张良随刘邦南下,欲攻打,拱卫咸阳的最后一道关爱摇关, 刘邦采用了张良的移兵之计,用财宝劝诱,秦将果然反叛, 刘邦想接受秦将的投降,张良却说,秦首将反叛,而士兵不一定服从。 我们要在秦军懈怠之时突袭,最终刘邦大败秦军于蓝田, 秦王子应投降,大秦帝国灭亡,由于刘邦采取了张良的计谋, 从而缩短了进军的时间,比项羽抢先一步,禁举秦都咸阳。 项羽率军到达鸿门,得知刘邦已攻破咸阳后,大怒,欲攻打刘邦。 张良得知后巧妙,安排刘邦与项伯结为庆家,百般疏通, 刺刘邦赴鸿门会见项羽,一再表明无背叛之意, 悲言求和,范增安排向装拔剑起舞,遇刺刘邦, 项博,挥剑竭力掩护,情急之下,张良命凡快,进账保护, 刘邦借机脱身返回坝上。 中华显为夷,这次生死攸关的斗争, 张良以其大智大勇,巧妙地帮助刘邦安全脱离虎口。 刘邦进入咸阳,面对大量的奇珍异宝, 想留居宫中,安享富贵,凡快冒死禁见, 刘邦不予理会,关键时刻,张良劝说刘邦, 秦王暴政,所以民才能推翻秦朝, 替天下人铲除祸害,应以崇尚朴素节俭为本, 否则就是助纣为虐,于是刘邦听从张良的劝谏, 下令封存秦宫财宝,俯阔,率军回到坝上金, 陕西西安市东修整,并废除秦法, 约法三章安定百姓,此举为刘邦获取民心, 巩固阵营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。 公元前206年,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,定都鹏城, 封刘邦为汉王,同属八属,建都南政, 张良送刘邦至包中,献祭刘邦稍绝战道, 向天下表明永无东归之意, 以消除项羽的猜忌,刘邦一计而行, 稍绝了通往关中的战道,在汉中养精蓄锐, 等待时机,此计为刘邦东进取得了重要保障。 刘邦平定三秦后收降各路诸侯, 攻打楚都彭承兵败至下矣,惊魂未定, 在兵败威王之际,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联三雄, 联兵破除策略,派陈游说策反九江王英部, 前使联络彭越。 令大将韩信公打魏王豹, 城市攻占了燕、赵等地, 形成了内外联合共激楚国的军事联盟, 使刘邦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, 张良深谋远虑,帮助刘邦保存军事实力, 从根本上扭转了楚汉战争的局势。 公元前204年,楚军将汉王围困于河南行阳, 刘邦惊恐忧愁, 历时期献祭分封六国的后代, 削弱楚国力量。 张良得知后,借用桌上的筷子筹划当前的形势, 列举出不能分封的八条理由, 字字珠基,切中摇汉, 刘邦听后措施图补, 立即下令销毁课程的六国印象。 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战略失误, 张良的论述体现了他谋略家的洞察秋毫和政治家的远见着实。 公元前203年, 韩信平定齐国后, 向刘邦尚书预自立为代理齐王, 当时刘邦被困于形阳, 看信后勃然大怒, 张良暗示刘邦受封韩信为齐王。 公元前202年, 鸿沟合约之后, 刘邦采纳张良, 陈平猛追穷寇灭楚的策略, 并令彭越, 韩信合力攻打储君, 但两人迟迟不派援兵, 刘邦失利坚守顾领, 遂听张良话分封地之策, 彭越, 韩信果然, 进兵和为项羽该下, 并用十面埋伏, 四面楚歌之际大败储君, 向羽乌江自吻, 楚汉战争结束。 汉籍初殿, 天下始定, 定都何处, 群臣众说纷纭, 刘邦犹豫不决, 张良劝说刘邦, 洛阳自然坚固, 腹地太小, 一丝面受敌, 非用武治国之都, 然关中东有萧山, 寒谷关之险, 西游拢山, 蜀山沃野辽阔, 南有巴蜀富饶农产, 北有畜牧之力, 正所谓金城千里, 天府之国。 公元前202年, 刘邦采纳张良, 刘靖的定都建议, 正是迁都长安, 由此开启了400年大汉王朝的畜牧。 公元前201年, 汉高祖刘邦正是及皇帝位, 大丰功臣, 刘邦说, 运筹帷幄之中, 决胜千里之外, 张良公帖, 可自责其的三万户作为封地, 而张良却千功礼让, 仅以不足一万户的流线作为封地, 授封留侯, 自此张良远满完成了辅佐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伟业, 张良知足之指, 功成不拘的精神和品德被守候人崇敬。 刘邦大封功臣后, 未授封者皆议论纷纷, 争功不休, 刘邦建诸将窃窃私语, 便问张良何故, 张良献祭说, 陛下封赏的都是平日亲近你的人, 其余的大臣怕你不封赏, 还会追究平日过错被杀, 因此在商议谋反, 如果您连最恨的庸耻都能封赏的话, 大臣们便可放心, 刘邦一纪百十九宴, 封庸耻为十方侯, 并督促玉使平公行封, 群臣见状, 皆大欢喜, 张良此季不仅纠正了刘邦任人为亲, 训思行赏的弊端, 而且稳定了人心, 元前一百九十七年, 汉王朝出现了一场政治危机, 刘邦宠爱妻夫人, 御废太子留营, 改立妻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, 朝野群起建争, 与后挟持张良之子逼迫张良出册, 张良无奈, 献即邀请东元公, 脚礼先生, 其礼继, 下皇宫商山四号, 随太子入朝, 与后一级行事, 刘邦见状, 深感太子, 羽翼已封, 未在提及屹立太子之事, 张良此举虽情非得已, 但为稳定汉出朝纲起到了重要作用, 张良生性多病, 晚年度门不出, 活动鲜为人知, 据传张良云游四海, 长居留霸紫百山中, 公元前一百八十六年, 张良逝世, 誓好文成侯, 是汉出三节当中唯一一位善事善中的人, 东汉末年, 自称为张良的帝世代玄孙汉中王张鲁, 为了尊崇先祖, 不以功高盖世而讨风, 不以位及人臣, 而自居的超群拔俗之德, 在紫百山间修建了汉章刘侯祠, 俗称张良庙, 受世人敬拜, 张良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传奇人物, 他身居乱世, 中寒左汉, 依靠智慧为刘邦旅出奇谋, 化险为夷, 为开创西汉王朝立下的不朽功勋, 尤其是他致名立而不顾, 功成不拘, 慈汉万户, 显示出了他世父贵如浮云, 弃王侯如必喜的美德, 振朔古今, 标柄史册, 后世尊称张良为中国第一谋胜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